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两位在今年的7月23日路过了清水区时 听闻呼救生便前往协助 夫妇两人发现了王姓驾驶心肺停止后 即开始进行CPR心肺复苏数 陈太太并且适时地安慰了王姓驾驶的妻子 陈先生持续地进行CPR到消防局的救护人员接手 王姓驾驶经过消防局人员接手送达医院 处置处日后康复出院 我们请消防局曾局长一同上台合影 曾有育夫妻的热心助人 以及及时地帮忙而挽救了他人的性命 我们在此公开的表扬来鼓励他热心施救的精神 以及拯救生命的疫情 颁奖到此结束 本府第406次市政会议会议开始 恭请市长致辞 好各位同仁大家辛苦了 那尤其这两天明讨台风 那还好我们台中市 没有他受到影响跟太大的灾情 那么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平安能够度过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开会 谢谢 专案报告 专题名称为台中爵士音乐节 请文化局张局长报告 好市长副市长秘书长 还有副秘书长跟各位长官 各区区长 那以下由文化局报告 我们今年度啊 11月11号开始要办理的这个爵士音乐节 那爵士音乐节是我们台中的一个最大的 最强久的一个活动 包括我们黄副秘书长以前在市政府的时候 就办理的非常的 之前电力有非常好的基础 那以下就做报告 那我们这个简报大纲 分合以下这12个大纲来做一个报告 那决市音乐节是我们台中市 可以说是最著名 而且今年是第17年的一个 最有名的一个节庆活动 那他的四个活动理念 包括第一个国际交流 在地扎根 城市节庆 还有产业串联 那在这个国际交流的部分 我们包括 我们也希望这个 今年的厂商能够广摇 现在跟我们有这个外交关系的15个国家 能够来参加 那目前我们今年都会有圣路西 还有贝里斯的组 这个他们的这个有名的爵士乐团 会来参加我们的爵士音乐节 那我们希望能够也为我们国家 这个争抢我们的国民的外交 那第二个还有我们的很多国际这个媒体 尤其是很多我们在台湾的这些外国游客 他们也都会到我们台中来参加这个爵士音乐节 那在节庆商机部分我们结合今年的这个台中乐器节 还有我们的这个希望也能够行销明年2020年的台湾灯会在台中 那在这里特别谢谢我们的后里区的赖区长 因为以往乐器节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后里这里举办 那今年我们也谢谢后里区我们在我们也开了一个这个说明会 所以包括地方的这些乐器的乐者 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些后里的朋友们都希望 能够结合我们的爵士音乐节 能够在我们这个台中 在我们的这个市民广场这边来举办 扩大它的行销的效益 所以今年的这个乐器节我们是在10月5号6号 那提早来为我们的爵士音乐节来做暖身 那爵士音乐节是10月11号开始 一直到10月20号那深地在地 我们包括我们这个青少年爵士乐团 还有我们的这个爵士乐团的比赛 还有爵士讲堂的大师班 那待会最后的这个报告后面 我们会放大概这个半分钟的 我们今年选出的青少年爵士乐团的这个 他的这个表演 那第四个品牌效益 我们包括这个跟产业来做一些串联 我们希望能够推展节庆的这个经济 能够来让更多的这些店家 因为我们办这个活动 更多的游客到台中来都能够收益 所以我们结合了一些爵士店家 只要他能够来这个在我们的音乐节期间优惠 我们都同意他来使用我们的logo 还有这个各项的产品能够优惠 提供我们游客 好吃好玩好住的 那包括我们这个旅游的这个平台 这个部分我们都再继续来做一些结合 那今年度我们希望益库能够有这个到130万的总人次 那益取的效益希望能够超过新台币的10亿元 那主要的活动的这个场域 主场域在市民广场还有草物道 它的时间是10月11到10月20 平时的时间是17点到22点 那叫做是13点到晚上22点 那副场地有三个副场地 那这个副场地是因为我们台中市议会的议员 还有我们在地的民众 都希望有这么好的一个节目 而且这么多优质的团队到台中来 所以希望在山海屯都能够也能够来表演 让我们比较这个山海屯区的民众 跟市区的民众一样 都可以能够聆听 享受到这么优美的这些乐团的这些表演 所以我们在港区艺术中心10月12号 还有我们的丰园的这个公所旁边的图书馆的前面的草地 我们也有这个10月13号 那在乌丰的立法院的中卖园区 我们有两场是10月19号 还有10月20号 那在这里也特别谢谢我们的这个清水区公所 还有我们的丰园区公所 跟乌丰区公所的这个协助 那也特别拜托我们的所有区公所的各位好朋友们 能够来帮我们行销 来帮我们宣传这个告诉我们周边的这个民众 这个这些时间有这么精彩的乐团的表演 那希望大家民众多多的来参与 你们也可以借机来行销 我们各区的这个农特产品 还是你们特色的产品 所以在这边也特别谢谢我们相关协助的这个区区长 那这是我们节目的规划 那包括各个节目的表演 那今年的节目非常的精彩 一共包括来自各国的这些 他们杰出的这些爵士乐团 包括像美国、德国、波兰、比利时、泰国 都有很杰出的这个爵士乐团 到我们台中来表演 那周边的活动 包括我们周边还是有这些美食的摊商 还有街头艺人的这个表演 那第三就是我们在现场会跟这些观众 我们这个到场的这来宾来做一些互动 会有这个摄影机 例是像我们的这个职棒 这个能够把这个摄影镜头 可以跟我们这个民众来做互动 那拍到谁 他这个整个这个画面 就会在我们的带荧幕上面来做一些显现 那这是我们的四大的活动亮点 那活动亮点包括我们这个会有超过30家以上的爵士店家 那目前有超过15个国家的这个杰出的团队来表演 一共有53场的这个主演出 那有超过25家的这个美食摊位 还有20家的这个文创摊位 还有包括动宝摊位跟街头艺人 那这个是我们的活动亮点 包括我们的爵士店家 我们周边都有爵士店家来做合作 那因为他们的优惠不一 有的打9折有的打95折 那他们都可以我们授权 他来使用我们爵士的这个logo 也希望游客到我们这个台中来 尤其到我们这个市民广场周边 这些店家都能够享受到最优惠的 不管是好吃的或是好玩的 那今年我们在这个爵士院外交方面 有圣路西亚还有贝里斯 他们的这个杰出的团队会来参加这样的表演 我们希望为国民外交尽一点力量 那这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卡斯 包括我们有三位主要的这个 这个亮点的人物 一个是我们美国的这个 得过两个格莱美奖提名的 那还有波兰的这个乐手 还有我们台湾的谢明燕 那这是我们美食饗宴里面 这个比较有名的几个 包括篷甲夜市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青山人时候 很喜欢的这个猪排 那这是我们今年的硬体设备 今年的硬体设备可以说是历年来 最好而且影响效果 跟整个的这个舞台设计 最优质的一个一次的一个硬体设备 那这是我们场地的一个配置 那主要还是在我们的市民广场 那沿着我们的草务道 还有个小舞台 那周边的街头艺人 我们都有安排这个街头艺人 表演的这个场地 那这是我们交通的措施 包括我们的公益路 一五五项改为行程图不屈 那这是公益路 我们周边的这个车辆 整个的这个交委的措施 那这是我们这个整个交通的这个措施的这个 这个路线图 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这个懒人包 我们也希望把这个周边的交通资讯 都能够透过这个讯息 让要来参加局势应该节的这些朋友们了解 周边的交通资讯 那当然也特别谢谢我们的警察局 还有交通局 因为只要办活动 我们警察局的同仁都是最辛苦的 所以在这边特别致谢 那这是我们的海报文宣 那这是我们的罗马旗 还有纪念专辑 那各位各位长官 我们在桌上都放了一个 我们今年的这个纪念的专辑 就给各位欣赏 那这部分是我们的行销宣传 我们除了在各个车站 捷运站 还有这个淘机的捷运站里面 有做这些灯箱的广告 我们还包括在高铁台中车站 那南部 我们在各个影城跟百货公司 都有放我们的海报 还有做灯箱 那在其他全国 还有我们这个相关的各个学 各个县市的这些工部门的单位 我们都有把相关的这个海报 来请他们给我们做刊登 那其他包括我们这些媒体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在车站 包括我们的台北车站大厅 这是在我们在台北车站大厅 做的这个灯箱广告 所以从8月份 我们就开始做强烈的行销 我们希望让这个 包括到台北来的 不管是国内的游客 国外的游客 都可以知道我们这个10月我们有台中 角色音乐节 我们所有很多这个台北的朋友 包括他们有国外的朋友来 都有告诉我们这个讯息 因为他们很久没有在台北车站 还有在这个看到我们角色音乐节的这个行销 的这个讯息 那他们今年都会到台中来参加这个我们这个角色音乐节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这个机节淘机的这个台北站的灯箱的广告 这个部分是我们的高铁台中站的广告 那以下这是我们 以上这是我们这些在各大车站 包括游客会到达的这个车站做的这个广告 那我们9月12号也在西区公所召开这个相关的里长说明会 也把这些交通的讯息也听一下 里长他们对这个局势音乐节的这个意见 希望把以往的这个能够改进的部分来做一些改进 那这些里长大家都也非常的支持 大家也非常意见非常踊跃 那我特别谢谢我们的西区的这个王区长 那不只在这个局势音乐节非常的协助我们 在这次我们在办理的创意台中 在这个省记新春还有范特席这个聚落 都给我们非常大的给协助 在这边也特别感谢 那当然还有包括中区也协助我们非常的多 那这是我们9月30号 这是昨天在全国大饭店所办理这个媒体的记者会 那我们在里面也行销了明年2020年的这个台湾灯会 我们也让希望这个到又去起来的这些游客 明年度也能够来台中参加我们的2020年台湾灯会 那因为每一个活动的成功都要非常多的局势来这个协助 那我们在这边要特别感谢杨副市长 还有我们的黄冲点秘书长 还有黄国荣副秘书长 他特别给我们的很多的指导跟协助 那还有以下的包括警察局 建设局 环保局 交通局 新闻局 管理局 教育局 消防局 卫生局 公运处 停管处 这是应该是交通局的 还有动保处就是农业局 还有食安处 还有刚刚我报告的七区公所跟中区公所 还有很多协助的这些区公所 谢谢大家 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打造国际级的这个局势音乐节 创造节庆经济 这也服务我们秀恩市长的定情节 我们希望节庆经济带来旅客 能够来促进我们台中的这些经济跟商机 营造城市的一个光荣感 所以很多这些民众 他们都很期待这个局势音乐节的这个举办 那以下我们这个也还有几款的这个 我们的局势音乐节的贴图 LINE的贴图 那我们有六款的贴图 也欢迎我们各单位各机关首长 我们会还有各区公所的区长 协助我们广发这些LINE的贴图 我们希望让民众知道我们这个10月11号 还有10月20号再办理局势音乐节 那最后我们放这个30秒的 8月份选出来的台中青少年 局势音乐团的这个演出 给各位欣赏一下这些局势音乐 三十秒钟 谢谢 好 以上报告完毕 谢谢 我们谢谢张大春局长所做的这个简报 事实上这几天我已经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媒体平台上 看到我们的台中爵士音乐局的一个行销 那我要特别谢谢张局长 还有我们文化局做的同仁以及策展团队 不会因为这个节庆已经举办了17年而有所懈怠 相反的我有看到他们的企图心要办得更好更盛大 那么也因此呢他们的目标希望能够突破130万人 那另外今年的很多的节目设计或是流程 或是各方面的一个安排呢 都是历年之最 所以我要特别谢谢 那当然也谢谢各个局处的大家一个通力合作 包括其他单位的一个配合 那以及包括我们的这个交通方面 各方面给的会有的产生的冲击 也谢谢各个单位的一个通力合作 那总而言之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新台中市政 因为我们希望让台中变成一个富士台中 新好生活 新好文化 那特别谢谢文化局 另外我再补充一下 我刚才利用时间 我也特别看了一下 我们爵士音乐局的官网 今年也设计得很好 那一目了然非常的清楚 那这个内容很扎实 因为现在爵士音乐界有很多的喜好者 是年轻朋友们 那他们我们固然有一些这个纸本 或者是其他的媒体通路 可是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们 他们或是国内外的这些游客 他也通通透过这个网络的一个方式 来了解我们节目的内容跟编排 所以我刚才特别上去看一下 这个台中爵士音乐局 大家可以打一下看看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官网设计也非常好 补充报告 谢谢 讨讨论提案 电付案 案号电源01 提案机关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 案由原住民族委员会全额补助本府办理 108年度推展原住民族长期照顾文化健康站实施计划 申请调整文件站服务集聚经费 继新台币79万2445元整 你请主任与先行办理电付 进行审议 请原民会说明 市长 副市长 秘书长 副秘书长 各局处长 各区长 英民会补充说明 本案是中央英民会补助本府办理 本年度的推展原住民族长期照顾文化健康站实施计划 为了申请调整文件站服务集聚的经费 继新台币79万2445元 这是全额补助 最主要是补助我们和平区 环山部落跟哈伦台部落 因为他们的长者人数增加 所以照顾服务员也增加了两个人 所以才补助这笔款项 那么因为未及纳入108年的第一次追加议算 所以建请先行垫付 市本府办理108年度第二次追加议算 或109年第一次追加议算编列完全法定程序后 再办理账务转正事业 以上报告 请问大家有没有补充 好 谢谢明镇局吴局长 市长 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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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各位同仁 上个礼拜议长有跟我讲过 说这种垫付款的要交给他来交易的 最好时间要快 那不好意思 因为原民会像这个108年8月的东西 那现在拿出来 那当然我等一下还是会去跟议长报告 议长希望是说 人家中央如果来稳一个月内 尽量就赶快拿给他 他的意思是说不希望我们市政府自己延了时间 然后又要叫他去交易或怎么样 以上有这个情形跟各位长官同仁报告 好 大家都听到了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那如果说中央已经我们有争取到补助的话 那希望大家在进行垫付案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这个期程跟流程来进行 请大家确实办理 谢谢 那请问还没意见 那所以待会我想不只是这个吴局长 因为吴局长是议会联络局 那所以他非常的辛苦 除了他自民政局工作以外 还有还有有的地方还要帮忙各局处去处理 议会联络跟沟通的工作 所以林立主委你自己待会也要去拜托一下 谢谢 好 反正通过以后送请台中市议会审议 案号电新01提案机关新闻局 案由文化部108年度 辅助本局办理台中国际漫画论坛 漫读活动 其中中央补助款90万元 比例87% 本府配合款14万 比例13% 已编列108年度预算 合计104万元整 前述中央补助款90万元 您请同意办理先行垫付 进行审议 请新闻局说明 市长 副市长 各位长官 同仁大家早安 本案是文化部在108年的时候 补助本局有办理一个台中国际漫画论坛的一个活动 其中中央已经有补助90万的部分 本府配合款14万的部分 已编列在108年的预算里面 所以我们希望您请同意办理先行负店 以上 请问有没有补充的 没有的话我们通过以后送进台中市议会审议 按号电环01提案机关环境保护局 按由行政院环境保护署108年度 全额补助本局办理108年度推动清洁对同仁 作业环境改善申请计划 4620万8800元整 您请同意办理先行垫付 进行审议 请环保局说明 市长 副市长 各位长官 那环保局会的观测市长照顾清洁对同仁的一个福利 我们108年向环保署申请推动清洁对同仁的一个环境改善的申请计划 总共获得环保署全额补助4620万8800元 那这个部分环保署补助的部分有全额补助 那也请准以先行垫付与照顾环保局的清洁对同仁的用意 以上 好 谢谢 请问这个案子大家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通过以后送请台中市议会审议 因为今天环保局吴局长正在参加我们台中中火在中央所举办的 有关于要增加两部燃气机组的一个环平委员会 代表台中市政府去练习 所以今天由他们的同仁来代表参加市政会议 谢谢 辛苦了 好 那这个阶段是不是我们的三个案子都已经结束了 好 接下来 临时动议 请问各局处有没有临时动议 好 消防局政局长 市长 副市长 秘师长 副秘师长 副秘师长 我们各个局处所长 各位区长 各位媒体 先去大家早安 消防局有两件事情报告 那么第一件就是我们马晚各区长回去转达我们公所 灾害黄旧AV的承办人 那么就是我们应变中心成立之后 那个后备指揮部的指揮官 他会禁止到我们的应变中心 那么同时他们也派一位联络官到各区公所的应变指揮中心 那么像这次我们是22点才要成立 所以我们到19点以后17阳级的这个决定 我们来决定要成立 然后再通知后备指揮部 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样太赶了 尤其是晚上不方便 所以他建议我们研判有可能成立的话 就及早通知他们 他们才方便去联络他们的各联络官来进入各公所 所以或许以后他们会提早到 比如说我们决定晚上10点成立 他们或许晚上9点半就到达 那么希望我们各在AV房间的人 跟他们做联络 他们到达之后 就提早到也没关系 就安排给他们休息 不要请他们几点以后再到 这样他会觉得好像要等时间不太好 麻烦局长回去转到我们公所AV的承办人 那么第二件就是我们这次 今年度第18号的这个米塔中路台空 他成立之后 他的方向是北北西方向 对台湾陆地本来是影响不大 但是到了上礼拜六就是9月29号 那么下午期他就开始有点偏西 所以气象局就预测 对北部东北部或者是我们台中以北的地区 有可能会造成影响 所以我们就决定20号时成立二级开设 那么由16个局处来进驻 那么到了23点30 那个台风警报 就把我们台湾市列为他的警戒范围之内 所以我们今天是隔天8点 来成立一级的开设 9点召开这个第一次工作小指揮报 那么也很感谢市长 市长那天好像是感冒了 也是亲您来支持 那么到了我们这个方向来研判 我们研判我们台风对台中影响最大的 应该是昨天晚上到凌晨这段时间 但是这段时间他又偏西了 所以又远离开了 所以气象局在早上5点半 就解释前台的这个台风警报 全部解释了 所以我们7点 那么杨副市长也很认真 他一直在那边 所以等到7点开完检讨会议结议室以后 才把这个应变中心变成常态的三起开设 那么要谢谢我们各位集市首长 那么也请各位集市首长回去 谢谢我们这个参加的同仁 我说两三点去看 我们很多同仁都没有在睡觉 都整天在那边所谓 那么七长也很认真 每次的市政会议 那么也都会在那边参禮 要感谢回去请大家带来感谢 谢谢各位 那么这次的灾 那么我们没有什么灾情 只是一些小灾情 我们总共有21件像陆氏倒塌的有两件 广告灾牌的掉落有10件 那么像其他的 民众什么的自衰的这个事件 那么其他电线掉落了这个5件 总共20件很轻微的灾害 没有重大灾害 以上报告完毕 好 谢谢政局长的补充 那还没有各个局处的东西 这样子我也再补充一下 今年因为台风蛮多的 那所幸都没有到台中 所以我们都不在这个台风的冲击区域里面 不过今年天气比较不稳定 那像有时候它不是台风栏 它是有些豪大雨 或是瞬间震风等等 所以过去这上半年以来 多少有造成各个区域有一些零星的灾害 那这个零星的灾害呢 就是非常小型的工程 要尽速的去把它施作跟完成 所以日前我有请民政局 吴局长以区公所 各个区公所为区域进行盘点 因为呢 这些小型工程不全是民政局负责 有的是在各个 他的局长上是由各个局处来负责 那么也因此呢 前阵子我有请这个民政局 以区公所为范围去盘点 在每个区公所的辖区里面 哪些单位的工程还没有进行 或者还没有完成的 比如说大理区哪个地方 那水沟有问题 或者是有这个公园有问题 或者是马路有问题 或者学校有问题等等之类的 那它工程进行的怎么样 甚至有的可能都还没实作 那所以我这样子我拜托 我拜托既然我是以各个区公所 因为区长对于辖区内 哪些地方有受损受灾 会很清楚 那所以这个资料 现在我放在这个吴局长那边 那我请吴局长 拜托你协调召集一下 是不是跟每个 因为跟每个区公所的 业务局又不太一样 可能有的局 是跟这个区公所关系 有的区公所是跟那个区有关系 所以请吴局长辛苦一点 拼劳一点 协助各个区公所 跟我们的这个各局处 如果说你的这个 零星的这个工程 跟建设还没有完成的 请尽快完成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桌上有一个就是 108年度的风能就业博览会 我们知道国家的能源 国家能源 电力能源非常的重要 我们全力支持 但是我们希望是干净的能源 没有污染的能源 既要维护国家经济发展 但是也要能够改善我们中部的空污 让我们民众能够呼吸到干净的空气 那么也因此呢 对于这个绿能的一个发电方式 我们都非常的欢迎 我们也会尽全力合作 那桌上这个就是 目前呢 有六大的这个风力厂商 他们在中部地区有人力需求 所以也因此呢 那我们的相关的局处呢 劳工局台中市政府呢 也跟我们的这个丹麦商务办事处呢 跟他们有一些合作 那这个 跟他们一起合作 那协助他们在这个 人力的一个招揽方面 那或者是这个 劳力的一个撮合方面 能够有所帮忙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就展现台中市政府 对于能源政策的一个态度 那同时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希望我们台中的市民 能够有增加就业的机会 好的就业机会 在一个就是 对的能源政策方向上去就业 也因此办了一个 专门针对风能就业的博览会 这是很特殊的 那请大家广为周知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能够知道 那同时呢 也让这个风能 在中部地区的这些厂商 他能够顺利到招募他所需要的人力 那以上是跟大家报告 那请问还有没有这个 要临时动议的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会到这个地方结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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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